大家晚安 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东部地区不仅仅是云量偏多 同时气温也是很明显的偏凉偏冷的 其实在中南部地区早晚的气温也降到了20度以下了 很明显的气温也是在下滑当中 特别提醒您 未来这几天都会是这样子凉凉冷冷的感觉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了 今天其实在中国南方有些水汽移入台湾来 不过这些水汽这些云系 它是属于比较高层的云 所以其实造成的降雨是并不太明显的 就只有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争雨而已 其他地方都是属于多云到多雨时晴的天气形态 进步来看一下了 今天其实就只有在东北风影蜂蜜的基隆被害岸 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雨势 这个雨势其实都比昨天来说减少了非常的多了 不过特别提醒您 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甚至到后天 又有一波新的水汽要移进台湾来了 降雨的情况恐怕在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又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进步来看一下了 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南方有些水汽 正在逐渐的接近台湾当中 预计影响的时间点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一直持续到礼拜一左右 预计在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都会很明显的受到这波水汽的影响 出现明显的降雨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这几天 礼拜天礼拜一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还有山区呢都会有明显的降雨情况 提醒您前往这些地方要记得席带雨具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云层也会变得比较多比较厚一些 是属于多云到多云时阴的天气形态 好这样的降雨的情况呢 到礼拜二会稍稍的趋缓一些 不过真正干空气南下降雨要停歇下来 恐怕就得等到礼拜三之后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未来这几天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都会是时舒凉凉时舒冷冷的感觉 再加上呢这样子的天气会持续好几天 恐怕呢会让很多人身体开始感觉不太舒服了 所以提醒您一定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气温 还有天气的变化 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开除湿机 增加室内的舒适度了 而在风场的部分呢 则是一波一波的东北风持续的影响台湾 所以说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呢 沿海的风暴都会变得非常的大 提醒您不要再从事海上活动了 会是非常危险的 而如果您呢真的要前往海边的话 也要多加留意您自身的安全 进步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 也由于呢受到东北风持续的吹拂影响 带来北方的凉空气 未来这个星期呢 北部地区不仅仅是会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同时呢气温的部分也都是偏凉偏冷的 高温的部分都是维持在20度以下 低温也只有15度到16度左右了 虽然说这样的气温呢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冷 但是因为是长时间 这样子凉凉凉凉的感觉 所以提醒您对身体来说 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定要注意保暖 小心感冒着凉了 而在南部地区呢 维持日夜温差大 中午的高温呢 23度到25度左右 还算是舒适 只是清晨跟晚上的低温 却会降到跟北部一样 只有15度到16度左右哦 这个其实所以提醒您哦 这样子的气温呢 其实日夜温差非常大 对身体来说也很容易造成不舒服的 所以提醒您早晚外出同样的 以下记得穿着暖和的衣服 这样子的天气更难穿着衣服了 也要多加费点心了 好 最后大家一点叮叮跟建议哦 只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呢 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持续湿湿凉凉的会到礼拜三 礼拜三之后呢 跟空气南下之后 降雨的情况才会明显的趋缓停歇下来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则是维持日夜温差大的天气 早晚两中午温暖 一桌的部分要多加的费点心了 另外呢 受到空气扩散条件不佳的影响 空气品质状况呢 是稍微差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您是容易呼吸到敏感的患者呢 建议您这几天外出最好还是戴上口罩 隔绝脏空气 保护身体健康 搅拳 搅拳